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了自定义空间当中的数据 如何从空间当中传递到activity,也就是UN现成当中 然后我们这一课来讲一下 在自定义空间当中,一些发生的一些冲突事件 就比如说副空间和子空间之间的一些触摸事件 点击事件,踏尺事件,或者滑动事件当中过程中 子空间和副空间出现冲突了 这时候逻辑出现问题了,这时候我们如何解决 好,我们这一课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自定义空间肯定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touch事件 或者是一些触摸事件的减停 副空间也是为了处理一些,实现一些特效,也会减停 所以说在安卓系统空间当中 有时候会根据用户对空间的触摸行为 点击行为或者是滑动行为进行不同的操作 但是空间的行为传递是有优先级和层级的 所以负级和子级空间都有各自的触摸或点击事件 这样的话就会发生冲突 那我们如何解决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实现 就是第一步自定义一个leot或者will 然后分别在各自的这个touch,unclick,dispatch,touch,event 加上各自的操作 第二个是在主界面引用 然后进行操作重写负空间的uninterrupted touchevent 根据返回值来控制子空间的dispatch,touch,event和untouch,event 观察复节和子级处理逻辑流程 学会自定义处理各自的任务 达到冲突化解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根据这个代码来看一下 这一块是什么意思 首先呢 我们还是得需要自定义一个负空间 是不是负空间 比如负空间 这一块自定义一个custom custom screwview 好 继承的还是 继承的是screwview吧 screwview 一样实现构造 好 实现构造之后 然后我们紧接着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 坚清什么呢 当然了 这一块让它实现 实现unclick实践吧 unclick实践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负空间的什么呢 untouch event吧 是不是 这两个 这两个 还有一个是 啊 是叫 dispatch event 好 这两个 那这两个 这三个事件 然后我们定义完了 就比如说在这里 打上一个 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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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模仿我们的操作逻辑吧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context我给上下文定义一下 好 这context吧 等于这一颗的传进来的上下文吧 context 传进了context 那么这一颗tvd就可以 这个图词就可以用了吧 就是 这是onclick吧 然后 然后这是图词的展示时间 图 好 写这个就比如说点击的时候 让它产生一个响应吧 界面产生一个响应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 就这个ontext 比如说ontext 我们来 监听获取一下 这个event get switch get 就是 event get action吧 啊 这个action 有哪些action呢 就不是 就比如说 multi multi invent 点击下去吧 是不是 今天也点击下去 好 这个是来自于哪 啊 来自于它吧 这是副空间的吧 副空间 screw 叫screw wil screw wil 的 那表示它是副空间的 然后 还是一样 这一块 我们 一样来监听 是不是和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 这一块 处理 事件 是 on displash 是不是 好 那处理完成 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紧接着要在一个子空间里面 就比如说我随便打开一个image wheel吧 image wheel image wheel 这是我们之前定义的image wheel image wheel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块也让它实现一下 让它实现一下 什么呢 实现一下onclick吧 是不是 onclick 好 onclick实现完成之后 那我们这一块也来实现一下untouch untouch实现 untouch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displash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和子空间副空间保持一致了吧 是不是 保持一致了 好 那接下来我来就比如说 我把这个吐司还是一样 给它复制到这吧 复制到这吧 是吧 这个上下文 这个上下文环境是不是还得也也得定义啊 定义你这个上下文是没办法获取的 是吧 好 那我们一样的做法 在这还是z4点 z4点 context等于context 啊 定义完上下文之后 我们把吐司都把它补全了 这 这是来自于 这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 这个自定空间吧 这screw 这比如说image will 是不是 imagewill 好 imagewill 我们把这几个都把它复制一下啊 这样 好 这就表示完成了吧 大家看这是不是完成了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先观察一下 咱们先不说它是如何执行的 先观察一下 看这个 就是onclink 还有ontouch disprice 当然了 你这一块 定义这个onclink 一定要记得 设置一下 setonclink this 这样的话才有效果 否则的话 你定义这个是不是无效呀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一句话也很重要 我们在初始化的 第二页 一样 定义 好 那我们呢 现在来引用一下 是不是 我得引用吧 好 进去 好 我定义的是叫 叫screw 吧 screw 好 嗯 包裹 对 包裹 好 screw 大家有一个特性 不知道 嗯 知道不知道 就是它里面只能包裹一个子 一个子 比如说 嗯 为了显示它的滑动的行为吧 我就比如说 里面再定义一个linear layout 好 linear layout的这个orientation 我给它弄个垂直 是不是 然后我们里面定义我们的此空间叫image尾巴叫image尾巴叫image尾巴 好 定义好image之后我们多复制这几个呢 是不是 多来几个 大家看明白了吗 就这样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说这个空间和这个空间副空间之间是存在一个点击事件的一个冲突吧 那我们来先运行一下看一下程序它如何去走的行为图丝如何打出来的 我们先运行下模拟器 看一下这个编译 好 正在编译 这个编译 马上就完成了 我们来打开模拟器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如何去 准备它的安装 好 正在安装 减锁位 出错 啊 准备 好 OK一下 完成了吧 好 完成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看 注意看 我现在等它吐司先 切试完了 我们再 观察 这一块是不是刚才滑动比较多啊 你看这 screw wheel image wheel touch 它走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image wheel 我先点一下 我点了一下 先走screw wheel 再走image wheel 这是不是它的一个层级 又走这个 image wheel 我再点一下 啊 display touch 这个image wheel on touch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块是怎么走 先走的screw on display touch 也就是说这个事件 是所有空间的一个最先结束行为的吧 好 紧接着它会走到哪呢 走的是这个 on touch吧 这是on click啊 不是on touch 刚才复制的有问题 这个是dispress dispress 刚才复制的复制这个方法 有问题啊 没有给大家复制权 好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看 这个肯定是它第一步要走的吧 复空间 然后它行为依次往下传递 好 正在安装 安装 完成 好 这时候我再点一下 dispress touch image wheel image wheel on touch image wheel on click 依次往下传递吧 我再点一下 大家再观察一下 screw wheel dispress image dispress image on touch image on clic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screw wheel 复空间的 这个先接受行为啊 它是先走的吧 然后这一块 我没有给它做return true 还是false的一个判断 然后我就默认的 它会走到哪呢 走到这吧 子空间的 再紧接着 走的是这个吧 touch 子空间touch 最后走的是什么 子空间的on click 也就是说 咱们通常所写的on click 是所有空间传递的最最底层的一个最外层的最内层的一个应该说空间最内层的一个点击事件结束行为 就是on click 它依次往下传递的 好 那传递好之后 紧接着我们来把复空间这个给它 就比如说 我们传一个 返回一个false false 我来再看一下 这个时候 它是怎么走的 它这个行为是怎么走的 这个就一定要记得 这就是模拟 你以后再写逻辑 就写了个妥词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好 点击一下 screw will display 好走到这就什么也没谈完再来一下 好 就走了个这个吧 就走了一个screw display 是吧 也就是说 它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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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回 force 则 拦截 所有 事件的传递 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注释了 我再在这 retain一个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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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一下 看它这一次一触的话 看它是一个什么反应 好 我点一下screw display 滑动一下 这门机有点卡 我把这个先吸了 好 现在完成了 再给它运行一下 返回true 这时候可能会怎么走 好 好 那时候我触摸了一下 screw wheel 它走了 screw display 为什么这时候滑动不了呢 滑动不了 是因为我把这个事件 是不是处理了 没有走它的负的吧 我们来先看一下它负空间 负空间 这是负空间 我们再运行一下负空间 看是不是我们 必须走这个super 才可以 它的行为事件 才能释放出来 否则你改了之后 它就会拦截所有的 我先看一下 比较一下 果然 这个事件 一修改的话 它就 滑动行为也跟着修改 好 我们 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 你想拦截所有的 是不是把这个变为force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那变完之后 那我紧接着 那我把这个事件 在 处理一下 这个事件 可以变为force force 此空间这个变为force 我再看一下 因为它的对于子空间来说 优先级是不是最高 是不是 dispress 因为这个相当于整个空间的触摸屏 因为这个相当于整个空间的触摸屏 你一定要先传递给它吧 因为它 因为它 上面也比较 比较大 是子空间的全屏的 好 从这返回force 之后 它是不是又给 会 呃 时间又毁掉 回复极啊 就走 这了 结束 它们又继续往下走吧 那好 那我们把子空间这个再变为 处 变为处再看一下 它是怎么走 再猜想一下它是怎么走 是不是也会 子空间这个会 是不是不受影响呀 这时候就会都会走吧 好 好 触摸了一下 screw dispress image 好 它拦截了吧 拦截没让副空间回掉给副空间吧 就从它自身这边结束的战斗吧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的话 我这边还是依次要让它毁掉 好 毁掉之后 那也是一样吧 就是还是这边 untouch 这个screw untouch 依次 这位触破force 观察它的走向 这个大家下去可以做多多做练习 以后期你这个点击行为事件 也就是由这产生的 好 那我们紧接来看一下PPT 好 总结一下今天这个我们操作的这个事件 就是事件的关系和层级流程 是不是先由副空间dispress untouch even 如果返回true的话 就走到副空间untouch结束 然后force的话 副空间是不是走到子空间呢 dispress dispress 又返回true和force 如果返回true的话 是不是走负极的untouch 这就刚才通过编码 大家已经看到了吧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完整流程 那我们 对于今后的处理 大家依照这个逻辑 依次去完善 好 我们下一课来讲一下这个图片格式的转换 好 这一课就讲在这里